英超联赛第七轮,曼联组合挑战西汉姆联,考虑到曼联近期的状态不佳,莫里尼奥和伯格巴之间的不合传闻,也是一再被媒体报道,因此对于曼联来说, 这场比赛必须要用一场胜利,来提升球队的士气,但是这在赢球的曼联,开场仅五分钟就遭到打击,安德森的破门让德赫亚毫无办法,西汉姆联早早就取得了领先,此后西汉姆联越踢越有信心,他们完全在场面上对曼联形成了压制,此后林德洛夫的乌龙,让曼联在半场就仰球落后对手,下半场比赛, 莫里尼奥连续做出人员调整,拉施福德的后脚跟进球,让曼联球迷一度看到希望,但是很快,球队后防再度出现低级失误,安德托维奇单刀破门,帮助西汉姆联再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, 对于曼联来说,这场比赛输球之后,各项赛事已经连续三场比赛难球一胜,加曼联球迷更加痛心的是,在这场比赛当中,曼联全队所表现出的斗志, 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,曼联全队集体密室,不仅仅在进攻的时候,推进速度非常缓慢,在防守的时候,大部分球员也是选择站在那里用眼神进行防守, 对于场上的一幕,莫里尼奥也是毫无办法,看着球队一次又一次被西汉姆联打爆, 莫里尼奥在场边也是露出了无奈的微笑,曼联本场比赛的惨斑,其实并不奇怪,毕竟目前俱乐部内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 莫里尼奥和伯格巴的矛盾,已经完全公开化,尽管本场比赛伯格巴仍旧得到了首发机会, 但是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糟糕,踢了不到70分钟就被莫里尼奥换下, 不过这场比赛不仅仅只是伯格巴迷失了自己,曼联全队似乎都不在状态,这也不禁让球迷们调侃, 看来曼联全队都是内鬼,输掉本场比赛之后,曼联不仅在联赛杯已经提前出局, 叶本赛季的形势,也变得非常严谨起来,而对于莫里尼奥来说,这场比赛再度输球, 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率位情况,毕竟当他彻底失去对更衣式的绝对掌控的时候, 曼联高层或许也不得不要选择换帅,来平息球队的矛盾,穆萨年,果然有毒。